这里有一斤枸杞 有一部分已经砸了叶 枸杞最好不要砸了叶才洗 最好整支洗 或者整支用来浸干净 本身叶底下会有少少泥 或者会有一些沉 另外一般的菜是用发布膠箱装的 所以会有发布膠在里面 浸泡的时候可以把发布膠浸出来 这些菜浸好了 就把顶顶尖的尖 乱的位置拆掉 然后把顶顶的少少叶 撥下去 用手拉 就可以把叶继出 有些枸杞 旁边有些刺 要小心 也是一样 把叶撥低 然后在另一面 拉出来 把枸杞 把枸杞集好 烧热 加少许油 因为枸杞比较熟 加多一点油 放入鱼 如果怕含涼 可以加少许姜 或转头 热后放些菜 匀 在一些水 再放入鱼 转一转 在上面加一点水 大约加500毫升的水 等水再滚的时候 在这里大约一汤匙的味霸 搅拌均匀 可以试一试味 不够味才好再加 这个菜可以关火了 清香的枸杞煮好了 烧个啦